如果不是缅北电炸团伙被全面揭秘,或许白英兰还是那个善良、美丽的企业家、慈善家、网红。 但只有那些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白英兰是何等蛇蝎心肠。 不仅如此,作为缅北女大佬,她私生活的糜烂程度超乎你的想象。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揭秘女魔头背后的故事。 缅甸四大家族之一的白索成,西夏有六个孩子,其中二女儿白英兰天资聪颖,深受父亲喜爱。 一天,妇女俩在书房里闲聊,白英兰向父亲提议,父亲,如今大众的警惕性越来越高。 我们的传统生意越来越难做了,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互联网,拓展新的业务领域。 白索成眉头微醋,互联网,我们涉猎不多啊。 白英兰微微一笑,胸有成竹,我深入研究过这个东西,不难,我愿意带着一批人去试一试。 白索成听了,点了点头,你从小就是个聪明的,想法又多,你想带着哪批人去做。 白英兰笑了笑,父亲,我只要三个人,我要用这三个人在招人,打造一支全新的队伍,只要您一声令下,我们就开始工作。 白索成看着女儿,眼中闪过一丝赞许,好,明天就开始吧,你今天再带着他们准备准备。 白英兰是一个聪明而有野心的女人,她在缅甸北部的商业领域中崭露头角,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富,她开始在各大媒体平台上积极活动。 她发布广告,开直播,培养网红,甚至还做起了慈善事业。 她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缅北,为她的商业帝国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市场。 在她的努力下,来缅北的人越来越多了,除了必要的员工之外。 白英兰还收揽了一些俊男为自己服务,她对这些男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培训,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。 一天,白英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见了其中一个俊男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你吗? 白英兰坐在豪华的沙发上,一边品着红酒,一边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。 因为我长得帅,男人有些自信地说道。 白英兰笑了笑,没错,你确实长得很帅,但是这并不是我选择你的唯一原因,我需要的是有能力,有智慧,有野心的男人。 而你恰好符合我的要求。 男人听了,心中一阵欢喜,谢谢白姐的赏识,我一定会努力工作,不辜负您的期望。 这样的男人是得了白英兰赏识的,若是长得不好,没让白英兰看得上眼,那下场可就惨了。 白英兰知道网络的厉害,于是开始在网络直播中做宣传,她通过搞慈善,培养网红,宣传自己优待职工等方式,巧立女企业家人设。 不仅如此,她还培养了多个网红,通过他们的嘴,将缅甸美化成一个遍地式黄金的年轻人的乐园。 你来我这工作。 每个月三五万的底薪,娶个媳妇只要六七千,在国内哪有这种好事? 白英兰多次宣传道,这种夸张的宣传迷惑了不少无知的年轻人,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缅甸,找到白英兰,但却发现迎接自己的不是高大上的工作环境稀了,而是脏乱的集中营。 有人想反悔,却发现自己的护照,身份证和手机已经全部被人收走。 有人想跑,迎接他们的就是无尽的虐待,折磨,直到心服口服的听从变诈团伙的指令,虐待才能停止。 俗话说得好,保暖私隐喻。 白英兰在满足了金钱上的欲望之后,逐渐显露出了自己的欲望。 为什么说她才是白家最狠毒的? 在缅北,没有娇贵的小公主,只有心肠蛇蝎的女魔头,白英兰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。 白英兰虽然出生在四大家族,但因为是女孩,所以并不受父亲重视,可白英兰却生性要强,她认为哥哥们能干的,她也能干。 她靠着家族的势力成立了新百里公司,表面上这是一家经营旅游、酒店、商超的正经公司。 但背地里,却是靠着赌博、色情、电渣等灰色产业牟利。 在缅北是臭名昭著,中国老百姓却不知道这些,白英兰正是利用这一点,哄骗国人去缅北打工。 相比父兄传统的骗人方式,白英兰则十分聪明,她紧跟潮流,她经常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日常生活。 视频中的她,花着精致的妆容,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,她将自己塑造成温婉善良的缅北名媛,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。 之后在发布所谓的澄清视频,为缅北洗白,同时发出高薪岗位邀请,欢迎中国人去缅北游玩,就业。 许多人都被她漂亮的外表所蒙骗。 真的前往了缅北,殊不知自己中了白英兰的圈套。 回顾国杆战士,导火索是明家转移电信诈骗人员时,在卧虎山庄因为有人意图逃跑,明家对于所有人进行了无差别扫射和火买,所以明家的结果自然是好不了,而国杆同盟军真正要对付的是四大家族。 四大家族曾经是国杆王彭家生的得力干将,不过在2009年,彭家生跟缅甸政府的纷争中,四大家族背叛了彭家,投靠了缅甸政府。 之后,彭家生多次想要占领国杆都以失败告终。 因为彭家生对国杆实行禁毒并大力发展经济,因此作为背叛者四大家族的名声并不好。 这一次,彭家生的儿子彭德仁带领武器装备标道爆的同盟军攻打国杆,政府军打了两下就靠边站了,眼看着四大家族被同盟军包围。 据说四大家族中的刘家和魏家已经打开了园区,白家提出有条件投降,已经被彭德仁拒绝,同时又有传言说,魏荣和白英兰已经乘坐缅甸政府的军用直升机逃出了国杆。 魏荣是魏家的长女,白英兰是白家四女,两位都是美女,而且成为了果敢电信诈骗的代言人。 二人都是在网络上利用自己的美貌骗取中国人的信任,其中白英兰算得上果敢名媛,打造的身份是慈善家,经常举办或者参加慈善活动不停地给钱,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大企业家。 白英兰表面上是百胜,新百利公司的负责人,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,还总是发布高薪招聘员工的视频,把中国人骗到缅北,到了那里,人们才知道真实的白英兰心狠手辣,跟父亲白索成有一拼。 白英兰这么卖力,自然是为了争夺掌门人的位置。 白索成已经七十多岁,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,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退休,那么白家就需要新的掌门人。 掌管白家产业的主要有三个人,大儿子白英能主要参与政治,为白家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。 二儿子白英仓负责的比较多,包括家族企业的运转和守卫工作,因此白英仓是国改民警大队的大队长,还是仓胜科技和百胜赌场的负责人。 可见,老爷子肯定是从两个儿子中间选择接棒者,但是很有野心的白英兰也有自己的优势,怎么也要争取一下。 不管白家表面功夫做得多好,其根本还是靠电信诈骗牟利,可以说怎么让电信诈骗是白家的支柱产业,谁掌管了它,谁就是未来的掌门人。 而我国大力宣传反诈骗之后,缅北也让人不寒而栗,而缅北诈骗靠的就是中国人,骗的也是中国人,为了朱仔主动进入白家的电诈园区。 白英兰利用自己白莲花的外表,频频参加慈善活动,其实他给出的一落落人民币都是中国人的血汗钱,是嘎中国人腰子换来的。 白英兰有个好闺蜜,也是电诈头目。 她就是魏荣。 魏荣打造的是大龄单身女企业家形象,其实她的丈夫是福建人,魏荣在社交平台发布其日上生活,比如各种奢侈品,豪车等等。 相比白英兰,魏荣更有针对性,她利用自己有中国血统,对中国网友大打亲情牌,一口一个老乡,经常表现出对中国的友好和渴望,甚至每逢佳节,魏荣都发布祝福视频。 最初魏荣的对象仅限于男性,毕竟电诈园区中男性居多,后来魏荣扩大的范围,利用高薪招聘男女通吃。 当然,电诈集团的陷阱无处不在。 骗人的形势也五花八门,他们不仅仅利用男色和女色进行诈骗,还会化身成正义人士科普反诈知识。 白英兰就耍过这种把戏,曾经宣传过反诈骗活动,但他们真正目的还是换个套路,将你掏心掏肺。 总之,要想不上当受骗,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,也不要相信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,更不要妄图不劳而获,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对了。 幸好,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,不轻脚电诈绝不收兵,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,就是大国的担当和愤怒。 横行霸道盘根错节的几大家族纷纷覆没,有的被抓有的自杀,就连战狼都不敢这么演。 魏荣和白英兰也仓皇出逃,为了保命不惜购买价值380万一张的飞机票,老天有眼的是,白英兰与白英舱乘坐的直升机被同盟军炸毁,经过确认全都死翘翘。 70多岁的果敢王白索成,终于尝到了家破人亡血债血偿的滋味。